哎呦我的妈呀 蝴蝶们鞋全都孤化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五五六 有没有小伙伴还记得 乖乖我上个星期 养了那堆绿带蜂蝶 都是为了保持温度和湿度 我把它们放在了阳台 还盖上了很多根被子 结果今天回来打开一看 哎呦我的妈呀 蝴蝶们鞋全都孤化出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五五六 一二三五五六六 我没想看一个蝴蝶飞发出来的过程 没想到就是眼睛没冰着你们 这几个人都孤化出来了 一个个还都撕着乱跳的 感觉挺冰之了 哎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别打架 哇这只的翅膀好大呀 哎呦奇怪了 因为一只蝴蝶也能在那上面不飞呀 嗯 一经才发现它的翅膀被破掉了 它又从是最早破人的那只 翅膀已经有一点损毁了 但有之前的经验啊 这些蝴蝶是什么都不吃啊 要在室内养的话不吃不饿 基本上只能活三天啊 所以还是一样 这一四只小蝴蝶啊 咱们也去把它给放生掉 咱先把它们全部转移到一个龙里面去啊 走吧 接下来带它们去放生 还是来到了上次的老地方 这里很多的速度开花了 找了一圈 还是上次这些都是开的花最多 这种小蝴蝶们在这里开启自己的蝶声吧 快来到树下 这些小蝴蝶们就不停地偷看着翅膀 好像知道要被放生了一样 蝴蝶上的蝴蝶 这来算是第一只 没想到这家伙今天直接在花朵上呆住了 第二只也是呆呆的 甚至是蝶声第一次见到花 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第三只小蝴蝶直接一个大区块 竟然比了数数都那么高 第一只知道蝴蝶居然能费这么高 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 把小蝴蝶们放在花朵上的时候 它们都整整牢牢牢地抓着花一动不动 可能是害怕被大风刮走吧 最后一只小蝴蝶 练练不舍地在我的手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直到我用手指赶了赶它 它再慢慢的飞走 真希望它们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能更长一些 蝴蝶已经全部放生完了 最近一人都有小伙伴在评论问我 为什么没有发小螳螂的后续 今天就来带你们看看 之前养的小螳螂会是什么样子呢 放假出去了三天 归来长发现 这家伙居然拉了一窝的打发 真的 再接着一下这个走路里快去山了 差点一算 我已经养它快一个月了 所以比起之前 它的体积确实大了很多 之前这小包的相机都快拍不清楚了 现在已经比我的手指还大了 正好今天咱们一起来帮它清一下小窝吧 这里之前先准备一个备用的小窝 等一下就把它改进这个窝里 不过我已经好久没有放它出来了 不知道这次它会不会顺其逃跑啊 来吧 开哥 咱得小心一点 诶 这家伙还在挂甸的 这家伙还在挂甸的 这家伙快挂甸 把我挂甸我的镜头挂甸 确实是个鬼神的 这老大瓜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诶 我再用做这个防御姿态 有没有搞错啊 我可天天为你吃东西 你该不会要攻击我吧 看到这挺身的样子 我都有点不感动了哈 我跟它给一下逃跑啊 改天把被用盒子给打开 放在它的面前 然后用小棉棍把它往被用盒子里赶 诶 它竟然盯着我的棉棍看 别看了你 走你 诶 这哪不走了呀 啊 终于进去了 那像盖子啊 不错不错 还算挺乖的 现在来快速的帮它清理一下 何必的粪便 哎呀妈呀 真的拉了好多呀 盖子上也要清洁一下 清洁完以后呢 在四哥贴在布上分开水 然后把皮鲁鱼的水分擦掉 取得布上的水就行了 现在可以把小偷放在盒子里了 你一打开盒子 我就站在我门口了 好像在等着回家一样 太可爱了吧 别急别急 这个就放你回去 嗯 怎么啥愣着不动啊 他还等棉棒赶他一下了 被出了的你 哎哎哎 妈呀 妈呀 大哥 你要吓死我啊你 怎么算是进去了 这呆头呆脑的样子 要分到了野外 恐怕什么都在那生存了 我的盖子给他喂了一只小零食 饿死我了 我猪 哦 看看呗 他竟然一下子就把这只小果蜜 给捉住了 捉住完以后就开始 妹妹享受自己的大餐了 而且这家伙 每次吃饭都只给我留个后脑勺 他屁股对着我 就像怕我抢他的美味一样 因为又搞错了 我为什么不吃小虫子呢 哎 妈呀 这也吃得太至今会神了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怎么整成一朵大人蓝花呢 这才一小会儿 整个肚子都吃黑了 新伙伴们等过段时间 想他玩这些大头狼的时候 我们再来更新一下东西 还给我关注乖乖的小伙伴们 跟着乖的关注吧